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从前面11月初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了解了这个投票的意义 然后上礼拜呢我们也去了解满天面对满天飞的这个政治宣言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来确认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 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投票前的第三堂课了 这也很关键系的一堂课 那我们要来了解到底我们身为选民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诉求没有哪些责任有哪一些权利 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进步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来理性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 马上请出我们的林志涵博士政策分析研究员 来带领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样的一个课题 马上请出林博士 大家晚上好 谢谢小薇的介绍 也谢谢不过生命学院提供这个平台 让我可以跟你们交流分享我的心得 今天是第三堂课了 也是在大选前投票的最后一堂课 但下个星期我还是会再过一堂课 因为我相信投选的结果无论如何 就会有一个新的政府组成了 到时候我们身为公民的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也相当重要 毕竟公民也不只是 五年投一次票就算达到了我们的责任 今天呢 我主要跟你们谈的是如何理性投票 其实这个单元我也在 我昨天在IFM也分享过 跟林志涵听众都分享过这个课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是说告诉你们在技术上 你们应该要怎么去投票 因为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呢 可能确实是有很多的经验 或许有一些也可能过去几件没有投 可能有点申诉了 再加上这一次又有新的条例 说手机要交给那个投票证的站长 就是那个主任 所以还有一些的东西可能要先去厘清 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OK 首先就是 我是群艺社的社员 我也是政策研究员 今天是第三堂课 我不晓得你们过去两堂 是不是都有跟我在一起都有来上这个课 所以我也来自我介绍 稍微一般 今天我们谈的课是讲着如何理性投票 前面两堂的 我们第一堂谈的是投票的意义 然后上个星期的 我们谈竞选宣言 然后去如何去 然后理清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应该谈要投票了 当然我这一堂课肯定不会教你们要投给谁 但是有了一些准则过后 你们或许能够帮你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 那决定最后还是你的 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可以跟着这些准则 然后达至自己独立的一个决定 这一堂课呢 有什么好谈的呢 我首先要谈的是投票时候你们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不直接跟所谓如何理性投票有关系 但是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 全部选民应该要再去投票之前都要明白 这些东西 不然你投票都不顺利 都不能够去投票的话 这也有问题 然后我当然会跟你谈什么是理性投票 然后我们要让你知道政党竞选的时候 他们宣传是代表些什么 然后你怎么能够理清 很理性的去看待他们 然后去分析 可能你不会被他们的说辞受到影响 而有偏颇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让你知道的 政党的宣传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有一个应该是很大的课题 应该是我看到的社交媒体 或者是私底下大家都会谈到底要选人还是选党 哪一定要先 我会再用我的方式跟他们分析 然后你们自己就做个判断 到底这样子说有没有道理 当然最后我会分享如何去做理性的投票 那为什么要理性很重要呢 等下肯定在那个合谓 理性投票里面我会给你看 投票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我觉得第一 你们一定要先去检查你的资讯 到底你的投票站和区道是哪一个 这个很重要哦 你要去那个MySPRCMAC的网站里面去下去 我给你看的就是这个网页 如果你去打这个网址下去的话 我希望小薇也可以在里面打出来给他们 首先你们去检查 去输入你的资料 放你们的身份证号码下去查询 然后既然那个身份证号码是不可以有空格 或者有那个DASH在里面 然后接下来下一行的其实是要防止一些人在滥用这个网站来夺取资料 所以他们会有这个CAPTCHA的东西 所以你就照抄如果旁边右边有什么样的数字 你就抄下去就是 当你填到两项过后 你就按下这个这个这个键 请示这个键SPRCMAC去搜寻 这个是我的资料啦 当然我是会盖 我已经盖掉了我一起个人的隐私的资料 如果是说你是在选民册里面就会出现资料 他会告诉你投票地点 这个PUSATMUNDI就是投票地点 我是需要去一间国小去投票 然后还有告诉你的渠道是哪个 当然连长的是会去到一号或二号 年轻的会去到越泡满越大的地方 然后投票的时间是从 尤其是半岛呢 是从八点到六点 当然我们还是要劝你们 如果能够就尽早去 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来去 因为有可能一些投票站会提早结束的 所以为了避免你们吃的病龙 然后投不到票 最好在投票结束前的两个小时之前就去了 然后他们这边这一次有一个建议的投票时间 这只是纯粹是选人会建议的时间而已 他建议从十点到十二点这样子去 可能就避免大家八点都在那边集合拍一场龙 不是每个人都想到拍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舒适一点的话 也可以十二点过后去的 那时候基本上印象来都是 下午的时间是比较松动的 这就看你们的时间是怎么安排了 然后要注意事项其实很多 当然你们要记得带你们身份证 这个是要核查你们身份的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投票时间 避免你们不要太迟到 然后进去投票室的时候 他们先会检查你的身份 然后他们会念出点名字 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码 然后你听到当然对的话 你就去到第二个书记 他就会给你点那个墨 用手指头点那墨 那不推塞的墨 然后领取那个选票 如果你的那个地方是没有周旋的话 这是没有周旋的话 只有三个地方有周旋 你就只有一张票 有周旋的地方有两张票 两个不同颜色 橘色就是橙色的就是周的票 浅褐色 接近黄色的浅褐色 那张呢就是裹的票 OK 拿了一张或两张 然后呢你就必须要 拿到票购后 你要去到的是第六号 你就看这个投票站的这个位置 去到第六号 那个其实是投票室的主任 他前面会放着一个篮子 让你把你的电话先放在那边 自己放在那边 然后你就去到第七号 这个图片里的第七号 去那边就做投票了 你投票需要什么就打个叉 那边应该会那边会有提供比 你打个叉 如果是再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 和正当的话 就一个而已 你要知道那个选票呢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 如果是国席的话 是浅褐色的 然后是黑字的 所以如果是看候选人的名字 还有那个党籍的话呢 都是黑白的 所以你不要期望可以看到候选人 你在那个选票上面 你不要期望看到红色或蓝色 在那个选票上面 OK这个要知道 你把票放进了八号 那个投票箱过后 就记得回去刚才你的六号那边 去拿回你的手机 如果那天有带手机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 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了 所以让你认清那个选票 很重要 一个选区 你会有国会议席还有州议席 如果是刚才我讲的 如果多州都有的话就有两张票 然后你会看到左边手就是有候选的名字 中间是有的正党的党徽 你看是黑白的 不要说去打在红色的或是蓝色或青色的去打个叉 这是看不到颜色的 然后打叉呢 你尽量在格子里面打那个叉 OK 如果不小心 画出去的话可能会变成废票 所以画到另外一方的那个空格的话 可能会变成一个废票 如果你在拿着那个票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缺陷 比如怎么破水或者是什么颜色 弄得肮脏了 你会担心这个成为废票的话 你可以跟那个第二位书记反映 然后说你要换多一张选票 避免那张变成废票 如果是说你有一些缺陷 比如肮脏 或者是有破损 OK 所以你投打那个叉的意思就是选择的 这一个候选人和政党一起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谈何谓的理性投票 我认为呢 理性投票是什么 就是在投票之前呢 你就做好的功课 这两个星期有多一家人做功课哦 是什么功课呢 叫你收集足够的资讯 然后你去分析和比较 这个候选人和政党的利益 到底他们有offer什么东西 给你们承诺些什么东西 然后符合你自己的想象 自己的价值观的利益 然后要思考 收到这样多资讯过后 有些你会认为 他们是夸大的或者是 不诚恳的 可能就是这个时候 就尽量说得很美很完美 要捞起的薰票 而你觉得他们可能 没有能力去执行 或者是没有 那个政治意志力去执行的话 那你要思考 可能他过去 50年或者10年 5年的表现是如何 如果还在你头脑里面的话 你会回想起的话 那他这一次承诺 你要质问他 或者要质疑是否 是会真的 OK 所以做了这些功课 你这些咨询 你想了想了过后 你做出的那个判断 投给谁 我觉得就是一个 新的投票 而你不是一个 投票的决定在 前一天 听了一个Torama 那种很 澎湃 很激昂的讲座 听到你的心 好像是 就被打动了 这样子 很 很 那个 情绪很高涨的 然后隔天去投票 就会支持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缺乏了 那个理性思考的过程 毕竟你是听到的是 一方面的资讯 所以我认为 理性投票的对立面 反面就是 第一就是 人赢亿赢票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朋友说的啦 爸爸妈妈说的啦 邻居说的 人家说的 这个政党好 华人要支持这个政党 这样子 是否你们就会这样子听了 华人就要支持这个政党 你就要支持了呢 还是你自己会先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你要自己去找 自己去想啊 所以不要听朋友说 不要听你家人说而已 你要自己去想 是否这样子的说法是 对的 人家要这样子投 是人家的事 但是这个票是你的 你的权利 五年才有一次 所以你要怎样投 想好好 另外一个 这样我讲的 就是情绪票 因为我跟你讲 在这种 讲座的时候呢 是一个很渲染的 一个情绪很渲染的 一个场合 我相信大家 在台上的肯定是 永远是讲 自己的阵营的好话 就抨击 对方阵营的坏话 一定会有 告诉你这样的东西 那你要想 这个是不是客观 或者是有什么 事实根据等等之类的 我们也知道很多 政治人物很会说话的 可能如果你 选择相信其中一位 因为他们讲得 很好的话 你可能就这样子 投给给他 不要忘记 政治人物都 这个是他们的 谋生的一个技巧 就是很会讲话 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很会讲话 但是 你要小心 要分辨他们讲话 是否是事实 是否根据常理 是否你可以相信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刚才我讲的 竞选演说的时候 宣传的时候 就会删风其绪 而且是一方面的说辞 一方面说辞 就很难以 可能会有一些夸道 不确实的资讯 用意就是在批评 或者其实他们更喜欢的 是敌回 或者摸黑对方 然后就尽量是告诉你 他们是不好的 他们是很负面的 所以这样子的策略 其实一般上是很行的 因为他其实就要鼓吹你 过去投票的时候 投反对票 你反对无论 反对这个那一个 你去投票 可是我是认为 理性投票是 因为你要支持这个 而不是反对那一个 当然你可以 两者都有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是找出你支持 那位是什么 但是他要你投反对票的意思 是什么 还要你相信 我给你这个决筹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这个是因为 是真话 这个是正义的 我要你选拨的话 我就去对抗另外一边 一种好人坏人 在中和间的政治 我觉得很多时候 政治不能完全这样子看而已 因为很多时候在选后 他们甚至可以做回朋友 相信你也知道 以前议事人党和行动党 成绩也是在一个联名 然后过后 一些政治的发展 然后大家也分了 所以好人坏人 朋友敌人 这些东西 其实政治上很难说的 大家看他们 有自己的一个利益的计算 他们最重要为了胜选 所以当他们提到 这样子论述的时候 小心一点在思考 在思考 所以 所以 你说到很多讯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很正常 因为这个选期 你听到媒体 你听到 候选人来拜票 你听到 各方面的资讯 甚至你朋友之间会讲的东西 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政党自己竞选的 那个宣传的话 就等于 像商家这样子 卖广告 卖广告当然是 是卖自夸 老房卖瓜 所以一定是卖自己的产品 还有的品牌 那个产品就是候选人 品牌就是他的政党 当然不是要你用超客来买单 他要你用选票来买单 如果你相信他的话 你就买他的 就是候选给他 候选的很多个政党 所以肯定的 你听到的一方面的资讯 肯定是 大力的去抬高 和占领他自己家的产品 还有那个品牌 然后自力的去 变递变递变递 所以要你相信他们是最好的 你才去买单 这个其实都在现实生活中 在市场经济里面 都是这样子运作的啦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想象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明智的 经营消费者 如果是说在一个商业的场地的时候 有人这样子 商家这样子卖 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经营消费者 你会获比三家 是不是 这个人讲这样子 不知道对不对 那我去找 第二个人 去找第二个人 去看一下 是否大家都 有有offer相同的东西 或者是 他是否这个 这个产品 是否像 刚才那个讲的这么糟糕 当然你要比较产品的时候 你要去检验 那个产品 去检查到底是不是好货 当然我们知道品牌是个品牌 Huawei是个品牌 但Huawei手机下全部都好吗 还是苹果下面的全部产品都好吗 未必是不是 候选人就是你们的一个产品 所以如果 在那个品牌下面 你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损坏的货品 或者是 东西不是那么好的货品 那你还不要买呢 这个要问回你了 所以这个还是 即使是一个你觉得好的品牌 还是检查了货 到底是否有什么损坏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当然 如果是说 买一个很贵的东西的时候 你们通常也会做一些功课 因为你知道 你要花多少钱 几千块买一个手机 或者几万块买一辆车 然后买物质更多钱 当然你是要做很多的研究资料 所以 购买前先做阅读的资料 然后去看一下人家的评论 是否 这个政党 这个候选人 到底他过去做了些什么 什么心情觉得不好的 或者好的 你读一读 因为这些人 用户呢 未必是这个党的支持者 未必是属于这个党的进行团队 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利益冲突 他讲的话可能就可能 比较能够相信一点 但你还是要自己判断了 到底是否说的诚可 或者说的准确 所以有疑问的话 你认为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我不说明白 还是可以去问这个竞选团队 还有那个政党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有这些知识的话 你就可以防止 有些人要骗你了 你要知道的话 如果你是去问 如果你要问国政 关于行动党的候选人的话 肯定告诉你不好 所以你问这些竞争对手的话 也不会很客观的中立 但是你可以参考 可以去听一听 然后我觉得选民呢 也可以从多个管道 比如媒体啊 社交媒体啊 电台啊 电视台这些 等得获得的资讯 我觉得比如媒体的方面呢 就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可靠一点 你要看那媒体背景 有些人说有些媒体是一些政党控制的 那你可能就要要要要要注意 要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脑海里面去想 或是会不会有偏颇啦 所以资讯到很多 这个时候肯定很多资讯 所以你要从不同广告里面去分析 到底哪一方好哪一方不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刚刚我讲的 今天我要谈的是到底选人还是选男 上一堂课我跟你说的 就是在这个选票里面呢 其实是候选人和政党 都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是两者都分不开 所以你选人和 或者是选党 其实这个是假命题的 其实是两个都选的 分不开的 就好像在选票里面 你看你要打差 你不是选这个国政 你就是选这个公正党 所以选这个公正党的时候 那个党内只能够有个候选人嘛 所以选党的时候 就只有选一个人嘛 所以选党的时候就不会选人了嘛 除非你倒反过来 如果是先看候选人的数字的话 反而你会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你会想 我可以考虑小党的候选人 看一下他表现 看一下数字 或者独立候选人 如果你如果是讲先看人的话 反而还有多一点选 你看党的话 其实就只有一个人嘛 所以我觉得选党是假问题 就刚才我讲的啦 所以很多人说 如果是选党的话 就是真的是要这个党执政 那可能 也不管那个候选人的数字怎么样 人就要喊泪投票 我是要告诉你是有后果的 如果你只看政党呢 你不管他们是不是偏将空 偏兵啊 偏将偏兵啊 或者是怕一些有数字问题的 的候选人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后果 那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 可能你选出的那个人民带义士 是没有积极提供服务的哦 然后你有诉求啊 你有意见啊 要去见他 你也找不到人 不懂他去了哪里 然后第二 这个是他可能就不能够有效的 就传达人的课题 毕竟他是在那个党旗 下竞选的嘛 当初委任他 做候选人的也是他的党的老大 所以当然他有时候会想 我就要听我的老大 因为我能够在这个位置 是因为我的老大给我的打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情况的 会发生的话 就是党意大过民意 所以他就不会把你当成 真正的老板的 还是听他的老大的 所以我相信 选民也不会想 选一个政党的yes 然后应生抽 其实我相信 其实有国会议员 他不一定党性那么强的 当然最重要的政策 是必须跟着党 但是很多议题方面 其实如果是很 匿名的 或者是 攸关公众利益的 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立场 我希望全部的政党 的议员 也会有那个 民主的成熟度 支持一个他们认为努力 是好的政策 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 成熟民主的一个期望 议会民主的一个期望 所以我尽量是想要选 比如你们不要选一个政党的应生抽 第三呢 如果他根本就没有具备能力 比如说 他可能不大 在议会论这方面是相当弱的 可能不大会讲话 或者是他的知识非常有限 或者是说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分析 研究政策 然后知道在国会里面 一次的开会 要通过多少的法案 法案而且通过的速度相当快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东西 要去研究的时候 到底你能不能够 进一国会议员的责任 所以如果他这些东西都没有能力的话 你要选他去 在国会到底办什么决事 他如果都不懂的话 他怎么能够向国会问责呢 你可能最后你看到的是 国会像一个闹剧 常常也听到的 比如说有些人在国会里面 发出一些 歧视性 歧视女性 歧视种族的一些言论 那些人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就乱乱讲话 所以要小心 不要选到这样的人 当然有一些就会想 我会想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 可能一些利益集团 可能就去收买他 可能就要他不要支持某某政策 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人民 对我们社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可能影响我们的环境 会影响我们的卫生 这些东西都可会发生 如果他有这个倾向 会被收买的话 然后当然很多人也会看 有一些人就 不把国会当成一回事 成为了国会议员过后 常常缺席 如果你们有看了媒体的报导 甚至最近 一个叫Famil Reza的艺术家 他也给那个民主客的时候 他就有立出到底哪一些人 是陶克的 陶克王 陶克国会的王 Safi Adal Munidin 这些其实都缺席蛮多的 所以是否他们有经常出席 国会参与变得很重要 因为他是你们的代议师 你要他在议会里面做工 制定政策啊 如果他们最基本的要求 期望都做不到的话 这样子数字的候选人 你们要吗 你们要这样的议员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三个 都是一个很可能的后果 所以我们选YB 或者是要换政府 也不是为了有人做YB 有人要坐上 Putra Jaya办公室的部长的 或者首相的议制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当然是要改变 我们生活上的改变 怎么改变呢 当然谈政策 当然谈政策的时候 是有很长的路 看是什么样的政策 是否一些东西是可以通过 改变那个条规 regulation 就可以改变了这些问题呢 还是你需要一个新的法令 或者你要修正一些旧的法令 让这个法律更加完善 能够执行一些新的改变 或者有一些东西更加严重的 就比如说 最近两年都沸沸扬扬的 跟海外母亲残职 跟非国民的伴侣残职 然后不能获得国民权这个事情 其中一个大的阻碍 就是那个联邦宪法 就是阐明他们没有自动的权力 可以这样子解读啦 但是所以这一次 你看当选的各政党的计则宣言 就有提到他们决定 如果他们重选的话 他们愿意修改这个联邦宪法 让这些海外的母亲 能够自动的传承 他们的国民权给他们的孩子 所以很多的改变 真的是需要通过在股会里面做事情的 或者是说你选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是部长的权限 可能改一些条例条规 在这个法令下就可以成行了 当然竞选宣言 像我们上次讲的 告诉你它是没有法律的约束的 但是我们选民或者是公民社会 就是一个施压的团体 如果他们通过竞选学员 拿到你的票了 而不去执行的话 肯定选民应该去批评 应该去骂或者是什么的 让他们履行他们的承诺 怎样把那个竞选学员变成政策呢 这个就是很考学问的啦 当然有一些是没有所谓法律的约束 就比如政府可以推出什么国家政策 什么这个指南 那个指南 可是这些其实是没有法律约束 真正约束的是法令啊 调规啊 建立方宪法 所以有一些政策 未必是真的需要做这些修法的东西 所以如果政府是有政治意愿要去改变的话呢 当然我们人民要选出好的那个政党啦 能够愿意改变 然后愿意拿出他们政治意愿 来为人民情愿 带来捍卫人民权益带来改变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边呢 我就给你 这边呢 我就给你四个点 四个准则 我给你四个贴示 如何理性投票 首先呢 看人先 看人 也不是说先后啦 都要一起看 我说的都一起看 不要忽略 都一起看 因为很重要 我们需要好 有数字的议员 也希望 有一个好的政府 政府必须是有 一个政党 或者几个政党 联合组成的嘛 所以 那个候选人的党籍 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是说 两者都必须很重要 所以第一呢 就是去了解 你们选区的候选人 就看他们背景 他们资历 他们个人的宣言 还有发表什么证件 不要只要他们是有想法 他们真的愿意 在交通方面 或者在妇女权利 儿童权利方面 愿意为这些东西奋斗的 其实每个议员 都可以自己的课题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你要去了解 他过去的言行举止 是否他有发表过什么 战动性 或者启示性的话 然后在议会的表现 如果他曾经是议员的话 你看你满不满意了 他是否有讨课很多 或者是他有参与辩论 他发问很多问题等等的 这些其实也可以在 个别的网站里面 可以找到了 当然在竞选的时候 你也想知道 他有什么样的证件 或个人训练 可以去他们自己的 竞选的网页 那你要知道 刚才我讲的 他们所有的宣传词 或者是他们的竞选的东西 都是意面支持 虽然如此 但是还是有参考价值 记得这个是意面支持 不要完全听信 然后如果想要知道 比较个候选人的话 一个公民组织 就是大马行动方略联盟 就架设了这个 MK Profiling的网站 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也跟你提起的 算是他们帮你做 一些懒人包 把所有资讯都放在那边 你很方便你去点击 你要知道 他的脸书的网页 Instagram网页 他过去 在媒体发表的什么谈话 然后他对 人民宣言的一些承诺 重大承诺到底 他有没有赞成 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跟其他的候选人一起比较 第二呢 看了候选人过后 你就要看政党 两者都很重要 然后你要比较 各大党的竞选选员 尤其是那些 在你的选区竞选的 那些政党 然后你看一下 哪一席竞选的承诺 最符合你的理念 价值观和利益 我相信 我认为你有各种各样的身份 你可以是公务员 你可以是学生 你可以是青年人 你可以是 老一辈热灵人士的 看他们都 给你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是承诺些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哪一些政党提的一些东西 你觉得听起来 在你耳朵里面不是那么好受 或者是你不是很赞成或反对的 其实当然他不是要对准你的 他可能就是要对准其他的群体的一些 的竞选承诺 但是 所以你看的时候 你不只看你自己 喜欢的 或你支持的 你来看哪一些 你其实是不赞成的 或反对的 所以 我不相信哪一个竞选宣言是完美的 因为 他们其实就要符合 各种各样群体的一些利益 但是有一些的 你会觉得 这个 有一点 我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原则 比如说 我是很环保的 你这样子 讲的话可能会 影响了这个环境 什么等等之类的 也是会有这种的想法了 所以你会关注 你如果这个政党 上台过后 他可以落实那些 你认为好的 可是不好的 怎么办呢 你要去想想 能够怎样去 再 再去解决了 然后权衡之下 然后你就去思考 到底好 还是不好 然后才决定 你要投买一个 OK 第一和二 第三呢 就是说 你得到的资讯 还不足够的话 或者有一些疑问的话 现在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的竞选期 就趁机吧 抓紧时间 跟候选人 或者是竞选团队去问 询问 你可以出席他们的活动 竞选讲座 去了解一些 他们要提什么样的政策 要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希望他们真的是有正面的提出这些东西 而不是去慢对手而已 第二呢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 有办一些平台 让这些候选人发表证件或者是辩论的 我本身就举办了一个政策的辩论会 在周围的时候 在文运的住房 所以那时候的各大阵营都有派带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去比较一下他们的数字 然后他们政党的一些竞选的宣言 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他们就告诉你他们会比对方的好 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有个比较了 然后如果是候选人的话 对于选区 因为他是你选区 这样会是你的选区代理事 你就要去听一下他们对你的选区有什么想法 比如什么的问题他们可以帮你改善之类的 这个是非常地方发展的一个东西 所以刚才我也说的 最好的话 说多方面的资讯 尤其是比较客观公道资讯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读一读媒体的报道 去跟进的国家和地方的课题 可以读一些评论人的一些评论 因为可能他们就比较少的这种 什么利益冲突的瓜哥 因为他们不是政党的 第四呢 最后就是问回自己 因为是你 是你自己会有要求 你作为选民 作为公民 你是想要看到些什么样的改变 你自己是你一个谱 然后你再对照一下 到底哪一个人达到了你的心中的要求 然后当然你自己所谓关心的政策 有很多种政策你可以关心 我本身是卫生政策 卫生医疗政策的研究员 所以当然我会相当关心的卫生 我也是很多爱环保人物 很关心环境的特体 当然跟环境有关系的是交通 等等之类的 所以每个人会有自己非常关心的特体 然后第二 你会关心 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涉及贪污 他们曾经的滥权 他们诚信如何 这个也相当重要 毕竟我们也经历过 1NDB的事情 看到我们的国家的国库是怎么样被汇空的 相信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 然后第三 当然你要看的是 如果这些是之前的议员的话呢 到底他们在国会里面 你们自己问证 到底他们能做到 应该做的国会议员的身份 就是像政府问责 然后为人民情愿 然后捍卫公众的利益 所以有了这些需求 想法过后 我觉得你就比较能够的去找出 哪一个政党和候选人两个一起啊 最能符合你的想象的和期望的 最值得你去支持的 然后你觉得他们是能够 不会带来自己的改变 所以你就不需要被人家 人民意义的时候把朋友这样说 爸爸妈妈这样说 人家这样说影响 因为你自己已经找到这里 其实可能比他们还多 所以也不需要 你有这个决定过后 你不用看到你结果是谁会赢谁输 其实也很难知道 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多角的混战 有三大阵营 还有那个主播行动联盟 然后比较的政党 还有一大堆候选人 所以也很难说 是很激烈的 所以最重要是你自己 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不要管那个候选人 你们选上 你有多一个选 多一张票的话 就还有多一个机会 很难说是不是 所以就不要去想到底 那就可能有一些阵营告诉你 你就投给我吧 因为我最有可能胜的 不然的话对方 那个政党就赢了 你投给我吧 如果每个人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不是选出你心中 最好的是因为人家要影响 用结果来影响你 那之前你去做研究的资讯 去了哪里呢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考验啦 所以我要讲的是选举 就是反应集体的民意和人民的新生 你的一张票就是一个新生 你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如果你不投给你心中 最好的决定的话 你要听人家说 尔寒妹去投票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看不到你的声音 因为那个本来你觉得最值得支持的 你没有去支持 结果可能他惨败了 他被没收了安贵金 所以你很难期待他下一次还在 继续为你服务啊 或留守在你区域服务啊 因为他能够得到支持 他都幸亏一人的 所以还要再做傻子 再重新竞选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支持哪一位他就支持吧 记得出来投票支持他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祝你投票愉快 珍惜和善用你手上的那一票 做出你最明智的决定 要相信你自己做的决定 因为你做功课的 就谢谢你们 欢迎你们提问的交流 非常谢谢 谢谢志涵老师 就是连续 就是从11月份 连续三个礼拜呢 带领我们 细细的来看 怎么样来珍惜我们 这一次 手中的一票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 就是投票的意义 然后了解了整个 去确认了我们的这个政治立场 今天晚上再听到了 老师的四个贴士 那非常的棒 我觉得那如果 我们场内的朋友们 如果说 觉得今天的这个分析分享 很值得分享给你的 身边的其他的朋友 亲戚 特别是年轻人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补货面指数去转发 今天这场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呢 能够因此而受益 那好我们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志涵老师 也谢谢凯迪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新洲日报 意识力和复刊的联合直播 谢谢这个新纪元 乐林语管理学院的联合直播 还有很多的 个人的这个单位 比如说梅子老师的 面子书等等的 都跟我们联合直播 让这些公益资讯 可以去得更远 那我们也欢迎 有更多的 个人团体或企业单位 都来跟我们联系 让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些公益资讯 可以分享得更远 让更多的老爸老妈 阿公阿妈可以跟我们一起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也活到老 特别在这一次 这么难得的 我们就几年才能够一次 有一个投票发言的权利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来珍惜 这些学习 然后把这些学习化为行动 11月19号 一定一定要去投票 投下你自己心中 表达你心中的想法 好 那我们在这边再一次 谢谢 谢谢张老师 也谢谢我们面子书朋友的参与 那我们现在要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 我们要进入中讲堂的 交流时光 请不吝点赞讯